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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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一part 因為今天比較特殊 所以我們就沒有那麼快了 我們歡迎99 夠快了夠快 99前閃電郎教練大重足帝國議員 跟電競帥哥有不解的情緣 今天來聽說 他沒說錯啊 帥哥 滷蛋沒有說錯喔 沒有什麼好糾正啊 我覺得可以 等一下還沒輪到你出場 所以我們tag就一位而已 我們還沒看完再記一次 少數念對了 有一個節要跟我們收貝解 好不好 好像是兩位有一點心結需要 我還不能說話 可以可以我們歡迎收貝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也充滿 我們今天也充滿 再來念一次 電競帥哥 沒充滿 不非是滷蛋啊 終於知道為什麼你這麼紅了 好壞哥 講話這麼實在 曾經的清朝充亡 從22歲打到18歲 小學四年級打掉快打四 18歲開始玩新海針霸衣 各種越玩越年輕 當然當然 這邊還是要糾正一下 我當年玩新海針霸衣是國二的時候 國二 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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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到今年玩大概四年多的時間 喔 今年18歲 真的 差不多 我們新海針霸衣到現在也才四年 很快 我算是比較後期再加入 okokok 就是他已經 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 然後你才開始玩 是是是 okok 好現在是我們JoJo跟Sou貝兩位 東東都提到玩重組是不是 他 他以前 一代的話我都玩 三組我有 三組都精通 精通 精通 超強 三組精通但沒有超強 不好意思 我要作證他一下好不好 三組精通我不否認 但是你說超強這種事情 這不好說 對 何等的不好說 我覺得對你來講 我應該是超強 超強 對你個人來說 哎呀 我們這邊有沒有準備當年 我們那個 我當年拿下 成績的一個字卡 我們看VCR 我們有這樣 我們有這樣 沒有這樣 你下次提早跟我講 我準備給你們好不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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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有心情 這位提到說 那個都被欠揪了一頓大餐 對 前陣子跟他對決啊 輸給他啊 前陣子而已 好像是 那時候我們很久都沒有玩 辛海2 對我們有一陣都沒有玩 那辛海2 決定回來要練習 然後就定了一個 對 就定了一個對決 那陣子很流行這種對決 像我跟Sam也對決 賭一餐 他也跟Sam對決嘛 然後我們兩個都被打破 然後我就說我們兩個手下半張來賭賭看一下 好像輸了他十杯辛巴克 San喔 你這個賭也是大 真的 我輸Sam大概一頓 就是一頓還兩頓麥當勞 然後我說隨便你點 你只要吃了下去隨便你點 對 趕快我們Sam哥 我印象中蠻高 我今天就比較猛 我說我要帶他去吃一家我覺得很棒的燒烤店 燒烤店 對 所以一直到現在都沒有 沒有沒有我們講下禮拜 下禮拜 下禮拜 下禮拜有我們的再次的對決 慶祝那一天我們吃飯 討回來嗎 你說吃完再對決還是對決完再吃 對決完再吃飯 對決完再吃飯 先吃再打一次沒有關係 看有沒有辦法皮削掉 我們到時候來看看 到時候來看看 那不如分享一下這間好吃的在 什麼位置 你怎麼突然很好奇他要吃什麼 那我真的忘記他的名字咧 但是我記得他在哪裡 位置 你真的會帶我去嗎 我真的會帶你去啊當然 而且因為不遠 他在東區 東區 那家東區 東區有一個區塊是很多那種居酒屋 居酒屋是飼料的 有一個 對有一個在延吉街附近 然後這邊有一家燒烤很棒 而且那家店是真的很猛 是因為我在 我在台灣吃 然後他是有人幫忙烤的 然後我後來覺得那家店真的很棒 原因是因為我後來去日本 我們都覺得日本應該更猛對不對 然後我就到了日本 然後我一個朋友就說 有一間店真的很好吃很猛 然後走在那邊你看招牌有點眼熟 想說 沒有啊因為我真的還不確定 我還進去問他 我就說 你們台灣有分店對不對 他就說有啊 慢慢指那個照片給我看 我就說那就是我吃過的 結果重點是我覺得台灣比日本好吃 喔 可是他有沒有在地化啊 對我覺得台灣有台灣的口味 所以我還說 我下次我一定帶你去吃 沒有什麼好吃的 沒有什麼好吃的 如果想起來的話可以分享一下 聽起來應該是民店啦 應該是沒有問題 真的我也是有點興趣啊 對但是我只吃過一次 我怕我味覺有問題 我再吃一次 所以下次下次我在上貴節目的時候 再跟你們說 有機會有機會 賺到一次上節目的機會 啊送啊 好爽喔 OKOK 那我們希望下次收費回來可以提供一下 那這邊 今天剛好是父親節 是不是該一起還 好像就是剛剛 因為也不是今天 還剛剛雙約下禮拜 對啊 所以今天沒辦法啊 那你們等一下有想要去慶祝一下嗎 應該沒辦法 等一下很晚 可是 還有不是我爸 那你爸是已經是一個老爸 就在今天父親節 那我今天就是要我老爸 放打 你也可以對我說 爸爸 你要叫爸爸嗎 我是不介意 我是不介意啊 我不要啦 雖然我今天才18歲 我知道你30好幾 對啊 還是我不要叫你爸爸 以備份來講 可以吧 好 我們略過這個吧 兩位在新海爭霸 當選手時期的對戰紀錄 是兩位你們互相嗎 兩位喔 就是你們互相的 我不知道我們記錯 我的印象是一勝一敗 就我們兩個的對戰是一勝一敗 你們只對過兩次 你們只對過兩次 那年應該是2003年 2002還 我忘記2002還2003 6年前左右 對 那年WCG 3歲 那年我 那年還67歲 不知道為什麼還沒玩 星海就去比賽 我有點忘記 有點忘記 不知道為什麼 奇怪 回去再去慶祝一下 19歲 我已經聽了 沒有啦 我習慣謊報年齡 大家聽聽就好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他是比較都玩 都玩 1v1的 然後我都是玩團戰的 然後所以 我們兩個 對到是 唯一一次 好像就星海爭唯一一次 就WCG的比賽 我們在那個小組賽遇到 遇到 那個當下是打什麼 1v1 就一打一 因為星海的比賽 幾乎都是一打一 團戰很少 然後第一場我用 因為他說 他覺得我是神族 因為我都用神族 但是我 突然換了一個種族 變成蟲族 跟他打內戰 為他準備一個 特別的戰術 對 放大招 我原本以為 想說 就是 穩的打我這種 明不清傳 沒有聽過 沒有沒有我不是這樣講 我沒有去講說 終於有卑鄙的神族 願意投入我們大蟲族 帝國的懷抱 沒有說蟲族很少 結果殊不知其實他也是 蟲族 放蟲打死我 你說蟲族喔 對在蟲族 蟲族在一代 六弟喔 一代是不是神跟蟲 好像不是六弟 沒有沒有 一代其實算平衡 但是 對 人族最強吧 以大比賽來講 神族弱一點點 對 我那個時候 也是聽聽說說 好像 人類比較弱勢 沒有啦 人族真的毀滅新海業 後面是不是 那個一定是搞錯 你一定玩錯圖 有沒有 有一掛人都玩那種無限礦 無限礦 那種人類真的弱勢 真的弱勢 對對對無限礦 無限礦就是錢很多那種 就是礦不會被花碗 對錢花碗 但因為人類走的是精兵制 對人類走的是比較精兵 就是 如果今天你給他一大堆錢 他搭起來反而沒有很強 就沒有感覺 但是當大家都是錢有限的時候 人類操作的空間很大 對 操作戰術 看個人操作 對對對 一直沒有辦法理解 那個到底怎麼操作的 哎呀 等一下讓我來好好的 我就是A啦 今天你們就找多人了啦 你不是都是重組的嗎 我們晚一點可能有 就是大家會有一場 新台藝的比賽的 小巧的友誼賽 我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剛好真的復仇是戰 應該是有吧 最後一趴 有有有 我們有準備時間給大家 我們聊得太棒了 太棒了 等於是前哨戰 我們現在禮拜一有一個 那個叫做那個 表演賽 表演賽 那我們這禮拜先來前哨戰 還不錯還不錯 現在一代 是不是重製版 剛剛出一段時間而已 還沒出 還沒出8月14日 喔14日 可是我看到有人在打 我們 有BETA KING的才有 測試的 測試的人有在玩 然後難怪一些人在開樂可惡 因為HD嘛 重製 他現在是不是HD跟一代免費 因為那個可以連線 對可以連線 他那個是可以共同 只是雙方看到的是不一樣 畫面不一樣 對 就我看HD你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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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LED 這個 你知道你可以切換畫面嗎 你看F5 他可以變到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你看超酷超酷 好我去試試看 一秒換 然後我後面回來救救 好沒事再換新 沒有差 不想玩舊的 換句子好壯 OK 那看一下 兩位說出對方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看來交情匪淺 互相印象深快 什麼都可以講 盡量吧 要我先嗎 報掛時間 我 他應該是對我沒什麼印象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對你 我是不是看過你 看過伯母 伯母 我看過伯母嗎 有一次是不是伯母 很多人看過我媽媽 有一次伯母是不是跟你一起比賽 有嗎 有沒有 常常一起比 如果有的話 那我對 不好意思我對JJ本身沒有印象 我對他媽媽 什麼比賽 什麼比賽 我忘記了 反正有一次比賽 我忘了看過伯母 然後伯母很Fashion Fashion Fashion 我跟你講 那個應該是我 那個應該是我 大學同學的 比賽 你認成伯母 你認成伯母 你把他認成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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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來了 不是他很Fashion 然後長得很像 然後長 長頭髮 然後不是你媽 那不是我 你完蛋了 新潔男生 你把他認成伯母 你把他認成伯母就算了 我以為你對人家伯母有意思 我印象中 也那個 認覺得太廣了 我印象中 我媽從來沒有來看過我比賽 真的嗎 那我也有可能記錯人了 她就錯了 完全記錯人 有女朋友 尷尬了 還好你同學女朋友 自同學女朋友 好啦我們下一題是什麼 下一題 幫人家下樓被打死 下一題換對方 應該沒那麼快 看JOJO 換JOJO 印象比較深的 那 印象中 你最深刻的就是 那年我們打完PK之後 然後你後來就沒有再玩 然後後來 有一個 我們團戰有一個玩家叫 Kent K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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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的控兵很強 然後你有一段時間跑回來 然後跟他打那個控兵遊戲 被他屌虐 我被他屌虐 你開打之前 你信誓旦旦的說 你可以把他打爆 這小兒科的控兵 對當年的叢王哥來說 真的是 給我你跟他 你被他那個比數 什麼20比0 絕對不可能 因為有叢組 我應該會拿下 我真的笑翻 你從對人家屌虐 你的印象都是說 被人家屌虐 才發現自己是走營運的選手 哎呀 畢竟那個時候潰了太久 新萊姨那個操作太久 這件事情我會很深刻的就是 因為 我問一下時候你超強沒有錯 為什麼 怎麼怎麼看 沒有你沒有記錯 因為我當年跟Hard這個選手在玩 因為Hard也是水機玩家 對 他是團戰水機玩家 他的控兵我完全打不贏他 其實我跟他玩過 他真的 就是我嘴炮其實都是嗆 但是我跟他玩 控電RPG 我會在一個地方贏他 就是 只要是蟲組的操作 然後我會贏那種很奇怪的 就是那種 他們都覺得不可能贏 就是他們會說 這關不可能什麼 什麼 八隻航母再加什麼 十幾隻海盜機 然後打什麼 打電腦 沒有沒有 然後打對戰嘛 所以打是我 所以我可能是比如說 蟲組是自殺蟲 飛塘跟那個 那時候那個叫什麼 不可能會贏的組合 拓蟲 不是另外一個 吞噬獸 吞噬獸 就是那個打會有紫色的那個 吞噬獸 然後他們就說那個是蟲組 不可能贏的 可是我會在那個贏他 因為我只會玩蟲組 所以只有蟲的你就有辦法 對 但是只有蟲我有辦法 可是我那時候一定 我們那時候講話開玩笑 當年那個 哥可是台灣冠軍 我們講話是沒有那個 當年他真的 對啊 當年講話是沒有在開玩笑 但是我 我相信我真的應該是在調電 應該是真的 一三還一三高 二十比零 二十比零 控制啦 控制 其實只是比操作 操作我也沒有辦法 那種遊戲好難控 等他就會告訴你怎麼要操作 沒有沒有 後來我們最近回去玩的時候 我們都在實際思考一件事情 就當年我們到底是怎麼操作 真的好玩 我們當年到底怎麼拿台灣冠軍 我還覺得想不想 突然之間不會用滑鼠 真的很難用 可能要有軌跡球 對不對 對對對 還要拿那個掏耳朵去摳裡面 對 摳乾淨了 當年我們都是壓過來的 現在這種光學都不會玩 OK 那我們來聊一下就是 家裡的想法好了 就是對於打電動這件事情 兩位也是打了滿久的 是贊同的嗎 在近年來比較多 應該說五年內吧 意外的打電動這件事情 慢慢的被商業化 然後大家就被接受 那早期你們這種 這麼早期就在打的 那個時候家裡就認同了 好 那個時候呢 可能 那時候台灣都沒有職業這個 對 所以 沒有這環境 那父母指揮中有說 一直在打電動 對 你是去打電動嗎 就是去打電動啊 說什麼 說什麼比賽 就打電動啊 就打電動啊 是啊 所以家裡普遍都不支持 那時候 因為那不是職業嗎 他們 也不是說不支持 應該說 他們就是一直都在 就是玩樂而已 對 應該是覺得很難有收入吧 對啊 根本不會有收入 我當時也沒有想過會有收入這些 對啊 新海一的時候 那個年代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後來 後來新海二出來之後 我媽一開始也是覺得 也新海二出來之後 我們已經 你那時候二十八歲了 你有病是不是 這個真的有病耶 不是你的數學 真的是不太好 新海二是2010年左右出的 然後1984 大概七年前 所以那年十一歲 十一歲 OKOKOK 蠻會算的 簡單的加減成除 簡單的加減成除 你還是應該要學一下 就叫你不要打電動 難怪你麻煩你打電動 對啊 連算數都算不好 好啦 那年我二十六歲 其實 對我來講 是大哥哥的年齡 二十六歲當選手 真的是 有點高 太老了 太老了 但是 是 憑藉新海一的一些 熱情 基礎 對對對 還是有點成奇 所以我們一開始也不看好 說你如果打不下去 就 趕快去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因為 男生三十歲之前 沒有一個正常的 穩定的 你以後就會很痛苦 真的耶 這個年代都會說正常的 好像我們打電動 不太正常一樣 有點難過 但是他是支持我的 他還是說 感覺出來 他是擔心兒子 擔心你撐不住 對對對 那現在還會嗎 想法有稍微不一樣 他現在會到處跟人家 說我是 比如說我是閃電黨 因為他很多 因為我媽是一個老師 他會跟他 他學生都有在玩遊戲 他說 我兒子是閃電黨 他們就會很羨慕 真的 驕傲起來 對 你現在也可以拿出來說準 那他說準 不是我說準 但是我現在也是 比較少 趕跟他說 我現在 我現在有在打比賽 因為我現在沒比賽 對對對 所以 靠閃電黨也說嘴 呵呵呵 閃電黨光 對對對 可是現在 新海的比賽確實少很多 好像世界上面 也沒什麼在打 其實還好主要是台灣 台灣 其實 應該說 新海的比賽一直有在打 但是其實這個遊戲法 就是比較困 就是 他的那個 名額其實老實講 你不需要跟全職業玩家競爭 比如說他 以年底的比賽來講 他一年一個大賽 他的大賽就是 一半的名額給韓國人 所以有16個選手裡面 有8個韓國人 那你有8個就是 非韓的全世界的人 去搶這8個名額 很難擠 那這個東西就很難擠 因為你其他全世界 你是要跟全世界 包含什麼美國 加拿大 什麼法國 德國 拉不拉扎 墨西哥 每一週都要打 還有韓國 沒有不含韓國 非韓的 對 如果你韓國人有不同國籍 還是有機會 但是基本上我們就不把那算在內 所以其實那個名額是很難的 那你拿不到那個名次 其實很難去搶大比賽的那個 也是 所以最近一期就是代表台灣出賽 就只有SEN而已嗎 最近出國的應該是HES 另外一位選 但是他也是台灣 就是出國比賽 但是沒有 打進8強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16強 大概都16強 他打進16強 然後就被淘汰了 但是就像我講的 你要打進 你可能不只是打進8強 你可能甚至要打進4強 或是亞軍 你才會拿到夠的積分 其實有點類似 就是積分啦 喔積分制 對你要有那個積分 那就是全世界 積分前八強才能去打 年底的BritzCon 哇這個要求很重欸 其實還好 其實不是說還好 而是現在的比賽跟當年比起來 其實真的是多很多 嗯 以前我們在講 我們在講我自己都覺得還好 像我當年就一 我當年一年就準備一到兩個比賽 沒有什麼多 沒有沒有比賽 然後我還有一年多一個HINET 對然後 我有遇過那個選手真的很辛苦 當年有那種射擊遊戲選手 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海間親愛的 現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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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辦法多玩嘛 但是他們有那麼幾個朋友 像其中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其中一個就是包子 包子現在的那個射擊遊戲 他當年也是因為我們一起出國比賽的 我們就聊天 他說他們是那樣 七月要打比賽 然後他們在打完比賽之後就解散 那解散是為了什麼 解散就要去打工 或是讀書之類的 反正你就要想辦法團結 亞隊要生活 亞隊要生活 然後到了隔年的寒假結束 可能是例如是三月的時候 他們就要開始集訓 他們就開始集訓 那集訓的時候他們就 真的很窮了 他們就要繼續打工 然後同時間的一起團練 然後可能 你家裡比較OK的 就是靠前面的打工 前面家裡給的錢 然後那個時候就在練習 對 所以他們其實真的是很苦 那個年代是 而且你看一年就一個比賽 對啊 然後你那個打不贏 你輸給別人就沒了 對啊 你不用講台灣 你不用講出國 你台灣輸了就沒了 現在真的很辛苦 所以環境其實是爭殇 所以可以理解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能接受啦 其實你現在問我 回到那時候 我是爸爸會說 你在跟我開玩笑的 真的 早期不是還有那種 如果我小孩要當競技選手 把腿打斷之類的 對啊 也才三四年前 就例如說我們舉現在為例好了 例如說你現在 你的小朋友跟你講說 爸爸我好想當龍舟職業選手 龍舟也有職業嗎 真的 有這種東西 但是如果十年後 華龍舟成為一個 世界 世界內隊的話 每兩個月就一場比賽 每兩個月就一個比賽 然後還會在電視上看到 你為什麼會想到龍舟 我知道啦 十六歲嘛 之類的 對我們龍舟印象比較深 對啊 因為我們這種年輕人 還吃肉粽 真的 小話系統比較好 合理的 歡迎 前面要搶棋手跟打鼓的 我懂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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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會想到說 你看現在 在開始就覺得 突然 我只是靈機一動想到 對不對 這比喻孫是我一秒 OK 幹嘛這樣 怎樣 我平常喜歡華龍舟 難道我小華龍舟也要跟你們交代是不是 真的 我華龍舟就華六年囉 十二歲開始華 連這個都要自己跟你酸酸素 吊華六年 可以理解啦 就是他比較冷門 對啦 次數也不錯 年代不一樣 但是像Sophie說的 就現在年代跟以前年代不一樣 現在電競還算是很發達嘛 現在各國都在追電競潮流 那如果你們有小孩 會他也跟你說想要當電競選手 你們會覺得反應 會支持他嗎 還是就是會 對啊 就是現在 這個就是會有小孩的人啊 對 假設你小孩現在很大 他一定講過 我小孩是 是女兒嘛 所以我一定不支持 你現在是幾歲 一定不支持 十歲 他十歲了 再十年他就可以打 欸 超不起女生 我會跟他說 這條路很辛苦 齁 真的很醜女欸 你如果很愛 那如果今天是兒子 今天是兒子呢 這個兒子我會支持他 為什麼 因為我會跟他一起玩啊 我覺得 女生比較玩 确實對女生比較不有趣 應該說 他愛玩遊戲我也會陪他玩 那我會跟他說 那你 你在家開直播就好 哈哈 開直播 對 開直播啊 那你又可以 又可以賺錢 對 真的 所以你是會支持他開直播的 我會支持他開直播 不是這樣很辛苦啊 這樣還要看一下 我看一下 還好啦 JJ的女兒還算蠻漂亮的 對 你是不是 又對人家女兒有非分之想 然後他 他直播 我會幫他設定啊 斗內啊什麼 都我直接幫他用好啊 那當然是我帳號啊 這樣 現在因為就是你覺得打電競比較辛苦 但是開直播會比較快 比較輕鬆 比較輕鬆 然後可以賺錢 比較快 女生的話我應該會 基礎設定來看 可是你不會支持你的女兒出去 就是當選手 就是平均應該就不會 太累了 是啦 我覺得電競環境就算現在 對女性還是不是這麼友善 其實確實是這樣 而且老實講 其實主要的問題也是因為 確實沒有一個女生的玩家 真的有辦法 站出來說 他的實力是 世界第一 是世界最頂尖的電競選手 如果真的有 我相信或是會有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是很 是很文章 就是 例如說運動比賽 球類比賽都會分男女 但是電競比賽 你要把它放在一起 可是其實 你單放一個女生的比賽 人家要說你誤化女生 對啊 因為你不單放一個女生比賽 上去人家不管實力怎麼樣 一上去 聊天就開始刷一波 我長這麼醜你敢說 對啊 這個都是這樣子 就是打得 打得好 長得不漂亮的 他就會說 對 就會說長得醜 那如果 打得不好又長得不夠漂亮 他就會說你憑什麼坐在這 對啊 好像很過分 打得不好就代打 對啊 之類的 那長得真的又打得好 就 目前沒看過 長得真的又打得好 真的很少人 天選資 天選資 沒有 我們講的是 那個打好是只倒比賽場 剛剛我們說 開實況還是很優秀 例如說 我們講 無敵還是無敵很厲害 跟很多男生比很厲害 可是他到職業賽場上 我相信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另外一回事 像現場氛圍跟 你在國際上面的中部隊 對 所以女生其實還是 多少還是比較辛苦 女生就是 太容易被攻擊了 任何人 沒有還有就是 我覺得你拿女生跟男生比 我覺得這是一件 不公平的事情 只是現在電力環境沒有辦法 對啊 現在環境沒有分 對啊 你說打籃球 你說哪一位女子隊去打男子隊 你說女子隊打出會被泡嗎 不會 對啊 但是如果在電競場上 對不對 女生打出來就會被泡 真的 一出來就先泡了 對一出來就先泡 長這樣才敢出來 你看就是這種氛圍 好可憐喔 不想打了 可惡 如果我女兒她想要當天選擇 我已經把她腿打斷 你怎麼不選 就是這家開直播就好 這家開直播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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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斷腿幹嘛 過於奇妙 真的嗎 不是 你打斷腿之後她就整個跟你說 爸爸我只能當職業選手 講的也是有道理 你把我的後路都斷了 我怎麼辦 只能當選手 OKOK 那 他好像真的是這樣子 那Soulban沒有問到你 如果你的 你以後的小孩 他長大了 他想要當電視選手 其實我覺得我 如果男生我一定會覺得OK 但其實女生就是這樣 覺得你會比較辛苦 但我記得我好像在某個 奇怪是不是因為我 應該常被問到類似的問題 我常被問到這種問題 奇怪我是帶小朋友來是不是 來來來來 介紹叔叔給 給妹妹 給你認識 嗨 要走出去 不然就在這邊哭 沒有啦因為對我來講我覺得 我覺得 你的人生你決定嘛 我只能給你意見 例如說你要當職業選手 我就告訴你職業選手是怎麼樣 對嘛我這個身邊最多職業選手 隨便抓一個來 來告訴他職業選手有多辛苦 對啊 那你就看出了 對啊你要當嗎 你要當我現在 今天就把你送去集訓 你六歲我就把你送去集訓 講得了 開玩笑 六歲 六歲怎麼去 就說爸爸馬力兄弟好好玩 好想 給我去每天玩十二個小時的馬力兄弟 集訓 你有一場跑到第二名就死定了 對你要是 我跟你講這一輪沒有救到後面的公主 你就死定了 你就死定了 對我跟你講就是各種 就再打十二個小時 周末就再打十二小時 不准出去玩 對不對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子 真的 他在滑龍舟 沒有 當他放棄電競項目的時候 我在跟他討論 滑龍舟的客戶 OK 好不好 對 問題也是蠻開明的 原來滑龍舟是電競的後手 沒有我覺得你的未來自己決定 我覺得你的未來 我就跟你意見 那你最後如果你決定要去 對 你不要哭著回來 嗯 他可能也不會哭 不過他還會回來 太難過了 回來都我也不知道怎麼 所以現在我們這年代的爸媽 感覺都還蠻開明的耶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坐在這當然開明 因為還沒記 我們坐在這裡都是叛逆過的 一定很開明 對啊 對啊 因為就是叛逆就以前會 翹哥去打網咖的那種 對啊 凌晨爬起來去打網咖的也有 就是可以想要 就是可以體會 嗯 小孩子那種 跟環境也是有關啊 現在環境也給了 就是已經改變很多了 對啊 這倒是 所有父母已經知道這個 這個東西存在 資訊比較痛快 現在學讀書不是一切 有學歷好像不是那麼重要 其實也是這樣子 對啊 老實講你永遠都是讀書 現在變動太快了 對啊 學點不一樣的東西是好事 對啊 學一些特殊能力可能還比較賺 特殊能力 記之常 你說例如說隱身之類的 之類的 比方說你趴在牆上你就會變色 啊啊 例如說時間暫停 是不是 台幕stop 啊 好 哇 剛剛還說不想開網槍的 欸 什麼了 時間暫停怎麼了嗎 時間暫停我就可以多看一點書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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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剛剛才說讀書不是唯一 你是不是時間暫停之後 除了讀書以外 好那我也可以去划龍舟啊 對啊 對啊 怎樣我就喜歡划龍舟怎樣 對啊 我時間暫停一想到 我就可以去划龍舟 哇超爽得 我可以划個三圈再回來 一個人划欸 你為什麼這麼喜歡划龍舟 還沒有隊友跟我一起划欸 我還想到我就信任到 那不是團隊活動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喜歡一個人 一個人的龍舟比賽 一個龍舟 真的還可以拍電影 好我們來看看上面有沒有別的 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有關舅舅的事情 就是 當爸爸了 你當爸爸已經 是今年十年了 對 那你當 就是父親節的時候 你有感受到什麼不一樣的風格 就是 他還是 我回去他會很黏我 沒有錯他很愛我 但是 你要他打電話跟我講他很害羞 因為一陣子沒見他就很害羞 小朋友比較便扭一點 真的 因為我覺得女生 女生要跟爸爸就是這樣子 比較難一點 他早上只有跟我說 父親節快樂 臉書上面留言 就這樣子 沒了 十歲用臉書給你們 他連爸爸都不跟我說 所以這感覺很像就是 你的動態跳出來說 今天你某某某朋友生日喔 生日快樂也會有 生日快樂也會有 年明說想不起來 一起來他怎麼稱呼啊 怎麼是英國 然後連那個照片都跟FB提醒 你說你們以前有拍過合照 你要不要share這張照片呢 分享給他 好 在兩三年前呢 他被他媽媽逼的就是 一定要錄一段影片給我說 說父親節快樂 說父親節快樂 那難怪會抗拒 好像是欸 如果我媽也這樣對我的話 我再也不跟我老爸講話 你也太誇張了吧 不需要這樣 不是啊 你知道就是 你小朋友嘛 會 隨著年紀成長 他十歲差不多 國小 小五小六了 小四 小四 對 差不多那邊了 就已經 開始萌發一些青春期的構思了 對啊 青春期的構思是什麼 才十歲 就會意識到一些 不是這麼方便 跟老爸相處 真的 這麼早上 再過個五年 十年或許又不一樣了 或許他就會 是不是 是 在十年剛才是不一樣 比較親密一點 沒有我覺得還是 陪伴還是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初九現在在台中 現在台中的關係 所以其實不是 隨時再撤 我覺得那個陪伴有差 對啊 朝夕相處有差 可是 應該說 呃 昨天還覺得她是一個小孩 但是其實 我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是一個 正在發育的女生了 我聽起來也是有這麼一點怪怪的 正在發育的 奇怪一個父親 你有父親這樣子形容女兒 我跟妳講 我的女兒是一個正在發育中的女孩 因為 你到底是 這樣我很吃驚 就是上個月 我 我上上次回去是 五月份吧 對 然後上個月她生日 上上個月她生日 我有回去看 是 就是 怎麼變不一樣了 現在的發育很快 我還問她媽媽說 變不一樣了 我還問她媽媽說 她是那個 是我女兒嗎 長大的嗎 長大 發育了嗎 長大 她是發育了 聽起來 然後 不完全的就是 太扯了 真的 她好像要從一個女 女 小女孩 變成一個女生了 然後好像不是我以前那個 沒有我現在很擔心 那你女兒會看直播 會看節目嗎 她是不會吧 不會吧 我覺得 應該是不會吧 E-T會看嗎 她會看 OK E-K她老婆少子上 真的 真的 那老婆應該還好啦 她 沒有她搞不好現在就是 打開那個 就是Live 然後說 欸 女兒你看爸爸現在在上節目 然後剛剛講到這一段 然後我覺得 我女兒 我女兒 正在發育中 喔 十歲 她非常愛玩 哇 然後我就很擔心 我也蠻擔心的 然後後來應該就跟你說 要當電競巡 應該不會 照現在環印發的 其實因為Low比較 真的Low比較難一點 要不要考慮讓她玩一下傳說對決 哈哈 她有在玩 我在播報比賽 她也有在玩 她以為她講仙海爭霸 欸 仙海爭霸 太Hard Call了 喔 現在女生說她玩仙海爭霸 我很講我怕她交不到朋友 真的 我也覺得很硬 男生就沒怎麼在玩了 女生更快 男生都太硬了 我覺得對啊 那個是 對我來講仙海爭霸玩的不是遊戲 是回憶 是感動 對 那真的是感動 對那個已經不是 就是我玩仙海的話不是因為 我就哇這個遊戲 怎麼樣 而是玩起來就覺得哇這是我當年 哇這就是15年前玩的 對啊 15年前當年我三歲 哈哈 三歲的時候就是從這邊 我這個算數不夠好 所以還跟不上你說話的邏輯 哇那我們溝通越來越有代溝 時時都在算自己當年幾歲 沒有 剛剛JoJo聊到這個 他說你不太接受你的 其他男性接受你的小公主 對啊 那 可是你離這麼遠你要怎麼 怎麼監視他 因為我每次回去 我就跟他約 因為我是平日 休假 然後我就跟他約 今天4點放休假 我就去 他門口等他 然後帶他下課這樣 他都會跟男生走出來 可是我覺得很正常啊 但是 心中還是會有OS 這個男生是誰 哪一家誰 我會問他我就會問他 他說 你會去問他 那是板上的啊 他說你平常 那你平常跟他很好嗎 他說 就還不錯啊 會去玩啊 那我說他有沒有 碰到你 哈哈哈哈 你也太密碎了 小學生還好吧 你一定要跟你 跟你的孩子 交到一個正確的關係 你一定要跟他說 男女受受不及 除了 爸爸媽媽 以外 除了爸爸以外 男人都是垃圾 你要這樣 都是垃圾 不能讓男生碰到 除了你的手以外的地方 哦 那你如果有碰到 當下就要跟老師 或者是 跟爸爸講 回來跟我們反應 不要過了再來講 那就一定太遲了 對 你要讓我們馬上知道這件事情 那你幾歲可以接受 就是女兒有一天 拉著一個男生說 爸這是我的 就是未來的 老公 對 我現在在跟他交往這樣 這一天到來的時候 我還是會 難過 我還是 我不會管他停睡 我還是會覺得 錯了 那如果就是明天呢 如果他已經45歲了呢 我會 我會 如果他到45歲才帶一個男的 你還會 你還會 覺得難過 男的是你嗎 相信我 那個時候 因為你跟我女兒應該差不多大 我記得 對啦 但是我應該不會到48歲的時候才 他不會 那如果你女兒 18歲的時候帶了一個48歲的跟你說 我還是會尊重他 因為 因為 我不太會 我 我會介意啦 但是 這是他愛的 我還是 我會對那個男的 上下打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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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已經先遇生女兒會受傷了 這是每個人必經的道路嗎 是啊 是啦 痛過你就懂了 就只有一個獨生女嗎 獨生女 沒有想過就是 再生一個 會特別重 再生一個應該是負擔會很大 而且你沒時間陪他們啊 對啊 就是全部負擔到老婆身上 我那個 愧疚感會越來越大 愧疚感 就是沒有 沒有時間陪伴 我每次看到他都是 會想說 每次看到他都會想 帶他去買個東西給他玩 嗯 滿足他 所想要的 每一次 可以理解 可是他最想要的就你 我倒是沒有過 我倒是沒有過 我剛剛以為感動因為要下來了 已經我 並沒有 我很好希望有這個感動 好 上面問到說 這也是99 如果電競圈你在這選手裡面 對 選一個做為你女兒的女婿 選誰 收貝可以嗎 其實收貝 老實講 我覺得他是一個不錯的男人 唉唷不錯 這個電競圈裡面 你找到跟我熟識的人 說我不夠 但是呢 但是你跟我女兒 那個稅數差了大概 三 你還是會在意稅數啊 3.5倍 差了大概3.5倍 真的嗎 3.5倍嗎 真的假的 我這樣子算了一下 3.3倍好了 3.3倍 3 他這個惡力也算 3.3倍這個我還真難算 因為我想用18去處理3.3是多少 結果一時之間我好像算不太出來 差點還是算 我應該沒有污染你 10乘以3.3 應該就是明目前的稅數嗎 我算錯了是吧 1.8 當然啦 1.8 對啊 10乘以3.3 隨便啦 我覺得 沒關係 但是 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天發生 等到他18歲 那您 糟糕 應該 他今年幾歲 10歲 他今年10歲 所以他18歲的時候我26 我覺得確實是有段距離 如果到時候他真的很愛您的話 可是 我是同意的 可是 他現在已經要賣了是不是 講得好認識 真的 現在女人會不會在那個電視前後哭說 媽媽 我不要這個男生 我不要這個叔叔 八年後不要跟這個叔叔 媽媽 八年後就這個叔叔 爸爸出現了寶妹 他之前有跟我說過 他覺得您還蠻好笑的 還蠻好笑 然後我媽跟我妹也蠻喜歡你 有機會 親友圈都同意 真的 明天已經過了加減這一關 對 過加減這一關很快 好啦 妹妹 首選是可以的 首選絕對 再八年 再等一下 再八年很快 我現在 首選應該是 是NL 喔 NL 是 NL也非常的優秀 NL 我的首選 那個 首選是NL的原因是什麼 打囉的 第一個 他 他 他家應該是蠻 不錯的 穩定的 我沒說什麼 應該是這樣 然後他 我懂了 我也懂了 他對女朋友應該 我看過應該還不錯 然後他本人又是一個蠻乖巧 蠻有禮貌的小 又年輕 我蠻喜歡他的 喔 那可以先從打囉開始啊 你女兒不是也在打囉 對啊 我希望他教女兒玩喔 真的是 唉唷 有機會了 先從這一個部分下手 我覺得是還蠻聰明的 真的 對啊 雖然現在年齡差距還有點大 但是其實隨著年齡的增長 年齡差距 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小 快了快了 有機會 對對對 好 那這邊就是要來玩個 誰是猴爸爸的小遊戲 兩位玩過Switch嗎 我沒有玩過耶 就是這一台 前面這一台 對 我已經久仰大名了 他有 他有一個小遊戲 就是你要把那個搖桿 當作是一個 小嬰兒 對 然後你要去哄他睡覺 哄小孩 你確實要做那些動作 就哄一個嬰兒睡覺的動作 你如果動作太大太快什麼的 他都會叫 哭叫 你要想辦法讓他 就是進入手碎中 太厲害了吧 到底是 我覺得好像很有趣 但我看到旁邊有厲害的東西是不是 先 這邊還要先分享一下 是先吃了嗎 來不及了是不是 這是芒果 這是芒果 來來來來來 我真的超級愛水果的 所以這種水果的冰類 我沒有辦法 抗虛 完全沒有辦法抗虛 我以為是沒有辦法吃 真的 如果以啾啾的女兒跟他 選一個我一定選芒果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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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是大錯特錯 不如一個芒果冰 這芒果冰厲害了 你現在拿芒果冰勾的女兒來 真的 我完全不能接受 無所謂開始得罪 而且還把女兒比下去了 我完全不能 我真的 我可以走了嗎 我們少一個來賓 所以你可以打錯被 對 來自己吃自己吃 這就是 上個禮拜我馬上就介紹過 對 這是很厲害的芒果冰 它採用極速冷凍的技術 它是整顆芒果 對 它是一整顆芒果 它沒有紙的 所以你可以一整顆咬 這就跟吃芒果是一樣 但是這個技術是 自己家做不出來 你不能自己切一顆芒果 然後冰到冰箱 沒有辦法 它一定要極速冷凍 才可以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還有新鮮 你怎麼這麼熟 你家出了這個 沒有 因為我三百五也輸了 雅仙新產品 雅仙新產品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口感 我覺得 這吃起來就真的像芒果一樣 我不是在吃芒果 它不是芒果 你不要重複我說過的話 我吃起來像巴嫩 對 你不要重複我說過的話 我是覺得不夠甜 它很好吃 它真的很好吃 而且因為它 它是冷凍過後的 它 吃起來不會太軟 然後有這種 然後 我不知道怎麼講 綿綿 美食達人 收費 如果比較胖一點 你就這樣子 好不好 我真的不想 這個真的 我吃起來是有點驚豔 美食達人介紹一下 我說驚豔 因為 它這個口感 它真的就像是 芒果一樣 不然 到底要怎麼介紹這些東西 但是關鍵是 我覺得因為吃起來 剛剛講 不夠甜還是什麼 其實我比較喜歡 不要太甜的東西 對啊 所以其實我是喜歡它的味道 所以口味跟妳講說剛剛好 年紀比較大的人都不太喜歡甜的東西 我們這邊有 不好意思我年紀比較小 對不起 我們這邊有一張故卡 我故意不接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會完全不理一下 我看一下故卡 台灣頂級愛文芒果品 有當季的愛文芒果 甜度夠 然後口感濃郁 香氣十足 用IQF極速冷凍 極速我剛剛講的 它要一定要極速冷凍 才可以保存它的原汁原味 每支約80克正負10%誤差值 全程用黑貓負18度冷凍宅配到家 那麥皮的旁邊有那個麥卡貝獨家優惠的QR code 大家如果想買的話可以掃一下 我覺得講到重點 真的吃起來完全沒有那種水水 就是 就是你就知道它真的就是整顆芒果的那種感覺 而且在這種天氣很熱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我剛剛過來我這邊已經在噴汗 我一聽說等一下有冰吃我真的是超開心 然後我現在吃起來我整個比較飛起來 有這麼好吃 沒有吧 真的是超級棒的 不愧是我們美食達人 而且其實大家不覺得夏天在家動的時候 你還比他玩遊戲或是怎麼樣 你不覺得就因為他吃個冰棒嗎 對啊 而且他還不會冰 因為真的很不舒服的是有時候你吹冷氣 然後吹吹吹吹吹吹 然後你會覺得有點乾對不對 對 然後你再喝那個水你就覺得 好像少了點什麼 就需要一個冰棒 就需要一個冰棒 然後這個時候你打開冰庫 如果沒有冰棒 人生就黑白了 我跟你講你真的超不爽 超不爽 那個感受真的是超級不爽 太容易生氣氣了吧 就跟我被人家說33歲一樣超級不爽 心情起伏有點大 那個起伏真的是很大 我沒有 所以 所以那個QR Code你們一定要少 我覺得應該要大家吃 就在這邊 就在這邊 我跟你講真的不用買多 我覺得大概 看你家裡的人數啦 例如說如果你們家四個的話 大概買個40隻放冰庫差不多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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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吃完這個夏天 不是因為我相信跟各位講 吃一個絕對不夠 我現在還想馬上再吃 我跟你講我現在這個吃完之後 我等一下就去忙 他剛剛說要多送我 希望他等一下不會反饋 看到那個製作人的臉 欸 既然消失了 可能他知道我現在要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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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文 送了送了 然後興趣的話自己 設局一下 好 優惠QR Code 結果他真的 真的跑出來 我真的很喜歡 你要自己掃嗎 我真的還蠻喜歡 我等一下問一下 你覺得他們要 我發現他們好像蠻多的 沒有因為我喜歡吃水果 我個人真的超愛吃水果 我個人真的超愛吃水果 所以這種東西就打到我的點了 你如果是你的紅豆粉粿 紅豆紅豆粉粿 紅豆紅豆粉粿 那個冰有沒有 喔 不好意思我也超愛 我一定是大飛的好不好 差一點就接不到工作 我都超愛 那我們就要在這邊吃吧 要吃多久 還是我們要先讓他們玩Switch 可 Switch是幾個 輪流的 還是我們沒時間了 其實差不多 剛十分差不多 不是欸 他還要去打那個 那你們想要當 當爸爸還是去打星海 他們應該可以找到星海 但是打星海 對啊 好吧 那我們進入廣告 先趕快把這個吃一吃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有四台電腦 我們來打星海 對我們來打星海一 分隊 酷喔 來出來看 那我們就新的廣告 好 玩遊戲是一種態度